我们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叫同期比较 如何做到同期比较统计分析 例如说2020年1月跟2019年1月 损益分析 这个就叫同期比 那我们就先来看同期比较 就是两个不同年而且有先后顺序的两年 然后各月的比较 所以请问我的轴是不是月份 那我的轴既然是月份的话 接下来我就希望呈现折线图 方便去做两个月份的比较 我比的是利润 那我们现在来做利润同期比较 一 订单资料表的用可义得 点一下 二 插入 三 书没有分析表 四 确定 五 五 订单日期 六 利润 七 把列里面的棉搬到 列核 列栏未 调栏 裏栏 来西 码栏 预 确定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同期比较